各位報告 今天的議程縣政準質詢 每人分配20分鐘 可以借5分鐘 好 各位議員請發言 好 林明洋議員請發言 主席 縣長 副縣長 秘書長 各個局處長 我們議會同仁們 大家早 首先在這邊 再次恭喜我們廉價念縣長 得到五星級縣長 實屬不易 就因為這樣子 表示說我們議會也是相當認同 你們縣長有這個輸入 我們余佑榮源 昨天本期也看到你 專程看一下你得獎以後致辭 我覺得你好像比較適合做我們馬組的推銷員 你到哪裡都一直推銷我們 然後呢 看看你內容裡面 也很謙虛 把功勞歸我們委員 歸我們議會 還有尤其歸我們縣服團隊 沒有說你把這個功勞攔在自己身上 本期覺得真的是不錯 希望你還繼續努力 因為任何執政沒有百分之一百的 雖然你這八十幾分 還有十幾分 十幾分 那由我們共同來努力 這個方面再次恭喜一下 本期就在對今天總質詢的議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 昨天有 相信六十四年 六十五年次來這邊 大黃也實現過 當初因為我有把這個大黃實現 傳給秘書長 秘書長是我們蕭保光 那我想說有蕭保光來解釋一下 我們這個六十四 六十五年次 不應該單兵 去單兵 因為六十三年次不用去單兵 六十四年為什麼還要去 六十五年為什麼還要去 那文是出自於我們連江憲政府 其實我們連江憲政府也是有責任 沒有說沒有責任 雖然說內政部 應該是你們連江憲政 我們老百姓找憲政府 憲政府找老百姓 憲政府你去找內政部 這才是應該是一關一對一關的 那時候我想請問 因為秘書長你對這方面比較了解 我想請示一下秘書長 這個方面你要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主題才是 請秘書長做回答 好 請秘書長做答覆 議長 謝謝林議員 關於六十四 六十五年次 因為這個案子 我可能大概花三分鐘時間 把整個脈絡可能要跟議員報告 也順便讓六十四 六十五年次 陳情大概了解一下 也知道未來陳情的方向 其實大法官會議解釋的內容 因為這個案子很早在九十年那時候 大法官會議解釋就已經出來了 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解釋文內容 我大概就已經看過了 當年 當年就已經看過 我是很認同那個大法官會議解釋的要件 因為它是依據法律上有一個 叫信賴保護原則 今天我相信我不必去當兵 可以檢定為以訓國民兵 而是因為政府去沒有做這個 幫我去做就是檢定 這是當時六十四年 他們現在質疑的最大的部分 是這個部分 那後來這個我們縣政府 金門跟馬祖都接到 我記得是暫定中的宗旨 就是後來八十年還是八十一年 就是國防部內政部會顯發布 通通一律以六十四年次作為要不要當兵的依據 就是只要是六十四年次你通通給我去當兵 這是當時國防部內政部包括行政院 發布的這個會見 金門縣政府跟連江縣政府就依據這個 六十四這個文這個韓式 就中央的韓式就依照這個來征兵 我想這是大前提我先跟議員這邊做一個說明 那後來呢金門縣政府呢 他在這個六十四年次這個行政命令出來之前 那當時他這個有規定就是說 只要已經拿到乙種國民兵役證的就不用當兵了 可是他好像我記得是八百多個還是幾個 有兩百多個呢 金門縣政府就發了兩百多個這個乙種國民兵給他們 那這兩百多個呢就沒有當兵 剩下六百多個去當兵了 劉長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現在怎麼解決這個事 對我知道 我現在因為這裡面整個原有 因為中間我們已經陳情很多次了 幾乎每一兩個會期每一兩年就會跟內政部陳情 他們六四六四五年次都有來陳情 那我們也轉到內政部去了 我想這個過程我先講一下比較好 後來我們也把這個六四六四五年次轉到中央去說 為什麼後來對我在講就是金門後來編了威竹金嘛 就是這八百多個當兵的 好像我不曉得一個月發一萬塊錢還怎樣 一個月一萬塊最高 最高五四萬 後來金門憲政府自己編了威竹金給他們 然後我們也把這個六四六四五年次給內政部說 金門都發了這個錢 照理說我當年是依據你內政部行政院的規定來徵兵 當然這個錢要內政部國防部來發這筆錢 我們也覺得他們要求這個是合理的 結果內政部跟國防部後來好幾次發文回來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點可能將來即便我們會去幫他們去爭取 會面對一個問題 可能是一個關鍵點 他就是內政部跟國防部他說 他說 他說當兵是憲法 憲法的權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 金門發那個以訓國民兵 是不合當年的以訓國民兵的辦法 他辦法裡面規定 譬如說你一定要實際去受訓 我們當年其實這個我們自己在金馬自衛隊都知道 要受訓過你才能發 可是金門縣政府當時發的是依據什麼呢 你只要在學校上過軍訓課 就發以訓國民兵給你了 就發了這兩百多個 那後來內政部抓著這一點 他說即使大法官會議解釋 是有解釋說違憲 可是大法官會議解釋 還裡面一句話說 你要從事實來認定要不要發以訓國民兵 那他認為金門縣政府 你沒有只有學校軍訓課就發以訓國民兵是不對的 那這個我現在都不講了 因為已經成事實了 那我現在就講解決方案 那現在解決方案 我倒是因為早上我們跟縣長這邊 我也報告過 就是說大概跟我們民政處 大概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我們還是一樣 把他們陳情的函轉到內政部國防部這邊 希望他們就是說 依據憲法就是違憲的那個大法官會議解釋 那個529號 然後看看能不能補償一下 我想不能其實不能叫補償 也是由他們來編預算補助我們來發 他只要給錢 我們就訂自治條例 我想這個是沒有 因為我們的地方預算 這篇叫我們出真的是沒有道理 金門縣政府有錢 我真的是金門縣政府 哪有中央犯的 雖然他不認為是錯 可是由我們地方來給錢 這是第一個 我們還是會轉 第二個 因為我看一下資料 本來立委6月5號還是幾號 要針對這個案子 在立法院召集相關單位來開會 後來是因為另外有事情可能會延期 我想立委那邊可能應該也會 那第三個 我也想到因為現在有轉型正義委員會 那這個部分我在想 將來是不是有符合那個轉型正義的部分 也轉到轉型正義 看看有沒有救助的機會 好不好 這三個是我剛才議員提出來 我認為的一個解決方向 秘書長你剛才講這個 我是認懂時日 可是我們相信是 當然是針對縣政府 我們只聽你縣政府的喊 縣政府的民政科兵議課 然後民政處兵議課來喊 叫我去當兵 我才去當兵的 這個應該是政府 你們縣政府要有對我們這件的負責 然後你政府之間要怎麼跟上面爭取 是你們縣政府的責任的 我本期認為我們要分兩個階段 我們64 65年是不應該當兵 因為我們以前16歲就會參加智慧隊 而且我們這種年紀還領到智慧補償金 他16歲的人生最起碼還兩年 就開始到18歲 最起碼要領三四年補償金 我們以前的智慧補償金 結果他們也沒有領到 他們不但沒有領到智慧補償金 而且還要去服兵議 這個東西是因為是我們縣政府 我們先不要提到中央 中央是由你們縣政府直接跟中央去溝通 怎麼爭取來補償比到金門也可以 假如說經費不足 我們假如說有這種誠意 逐年編儀也可以 我相信這個人家 是要的一個公平正義 我希望這方面 我想這個部分經費 可能如果真的 我算過大概要五千多萬 不到 絕對不會到 兩百個人 兩百個人絕對二十四萬 二十四千八百萬最多 相近五千萬 在扣掉以後 扣掉有的付 不是你們縣政府去徵召他的 是 你就可以不用付 對不對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這筆錢 中央一定要付 你中央沒有錯 我認為你們先統計一下 到底有多少人 該這個 然後我們這些人 針對你們縣政府 你們縣政府去針對中央 對我們也幫他們去極力爭取 你可以講到轉型正義 這個協會 我真的不理解這個正義 哪裡什麼叫轉型正義 本期再次也提到了 就是海沙屋 我們那個時候 站立政務的時候 兩個案子 就是一個 我們那個 金馬進出口關稅 歸費問題 結果你回到本期去說 這個 就是說 他那個 轉型正義會 他傳聞過來說 這是錢 這些收的規會 來建設馬祖 那或者說 促進政府 我們經濟 這是可以認同 可是 海沙屋這案子是 你是老百姓 花錢跟你買的 跟這個又不一樣 其實他那個已經 把我們收中 兩種稅了 台灣稅已經抽過了 馬祖還要再抽一支稅 這本來也是不公平的事情 那轉型正義盡量就回答 好 你是為了馬祖的地方建設好 那就算了 那海沙屋這問題是 人家 這個幾個 花錢跟你買的 那裡面他又規定說 什麼 五年之內沒有提出意義 十五年超過追溯權 那這樣我請問你 你十五年之前 你們會讓我們申訴 我們有申訴的權益嗎 十五年前說難聽的 我們 假如說那時候海沙屋出來 六十多年出來 七十多年 什麼叫軍警 我們去超一個 那十令官車子還要關禁閉啊 哪有我們講話的空間的時候啊 對不對 那我說你們現在就轉型正義 那228事件轉型正義就可以賠償 那我們就不轉型正義 那這樣轉型正義 那國民黨這樣子 十五年前之前擋產 你們就不用追究了嘛 現在是 譬如說你九十年前擋產 你多少 五百億六百億 那邊就不要追究了 就再查你六百億以後的事情嘛 九十年以後的事情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 法律我們是不懂嘛 是不是只有我們老百姓關係 是這樣子 你真的 打國民黨的黨場打得那麼長 追溯到幾十年都沒問題 那老百姓呢 受到不公平大約 十五年就算了 這合理嗎 是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還有沒有機會 是 是 因為之前那個海沙烏跟那個就是馬頭規廢那個暗子戰地政務那個 我們後來轉到轉型正義委員 他答覆回來 那他那個答覆回來 當然他把它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那規廢部分它是一個說法 那海沙烏部分他認為要回到民法的規定 請求權時效十五年消滅了 所以不能 我看到那個其實他們也是大概找了很多說詞了 其實真的如剛剛林議員所講的 這個轉型正義委員會基本上它是政治的色彩 其實是高於實際上解決問題 因為從黨場那剛才你也提到 那如果說他認為這個是戰地政務有關 其實他也可以歸咎於是政治因素 那他會這樣答覆回來 真的我們也不可以奈何 因為轉型正義委員會它是沒有申訴機會 不像說今天不服我提起訴願 訴願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轉型正義答覆回來 就沒有下一個階段了 所以這個部分變成後續怎麼處理 我想真的是不是再跟轉型正義委員去申訴 還怎麼樣 真的也確實沒辦法找到答案 大法官視線也沒有用 那個部分大概也沒有辦法視線 因為這不是法律的問題 現在就是說轉型正義超過大法官視線就對了 這個我不敢講 這個我不敢講 我們現在國家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我不敢講 這個不敢講 這個確實他轉型正義 本來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性色彩的一個機關 不過話又說回來 因為當初轉型正義文回來的時候 我們去縣武開國會議 然後我們縣政府能做的範圍之內 我本身也看到一個誠意 就是說海沙烏龍基率本來已經是30% 那縣政府這邊能力範圍之內 變成提高了40% 那當然本期也看到縣武這邊 本身我們要確保的誠意 這個還沒有決定 還沒有決定 這個等到我們將來要到那個 那個叫 應該還有一個組織 要報到內政部去 反正你們 都委會員那邊才能決定 這個不是我們的決定 你們最起碼有這種誠意說 會調高了40% 那就是說 我們能力範圍能做的 就是給鄉金一點交代這樣子 那我們縣武對鄉金是負責的沒有錯 我們也是極力爭取 我們也是極力爭取 這方面我希望說 一定是有一些結果出來 不至於真的是 鄉金正義會真的是 真本沒有正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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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想說 感謝那個公務處處長 就是把海沙烏的計畫 就是說 比如說以前的海沙烏 就是說轉型正義退回回來以後 百分之三十 計畫有百分之四十 真的在此歇息一下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我們公務處 我們綠率值太高 現在我們沙子都是進口來的 進口的地方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大陸 但我們怎麼去防止它 怎麼認定它 是不是綠率值過高 主題材質請公務處長做回答 好 譚主長做回答 謝謝林議員關心這個綠底子的部分 那第一個剛剛講的那個 轉型正義的部分 我先回答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最近在做通檢 通盤檢討 通盤檢討四個特定都在做通檢 那有關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納到這個通檢的細部計畫裡面 有關我們的 我們全縣的這個防禮率值過高的時候 我們把電路細部計畫裡面 希望它的容積獎力到達百分之四十 這我們已經在這一期的通盤檢討的時候 會納到細部計畫的圖管要點裡面去 這第一點說明 第二點就是有關於這個各個工地 未來的綠離子 其實每個工地 我們都有綠離子檢定 那原則上如果綠離子 以前的綠離子超過0.3 比例是他們幾平方公分底下的 這個0.3的含量的綠離子就超標了 那現在更嚴格了 在104年的時候更嚴格是0.15 那我們每個工區 其實我們都要求要檢測綠離子 就是說你在私做的時候 會把這個每一個數量 每一個一定的數量的時候會檢測綠離子 如果綠離子超過了就是海砂 不一定是海邊的砂拿出來是海砂 是說那個當次的灌漿的數量 我們都會測綠離子 那測出來如果是超過0.15 就是綠離子過高就不行用 我們就不行它再使用這個方面 那原則上是每個工區 我們都會要求要測綠離子 在合約裡面也定定要測綠離子 市長我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看到台灣是這樣子 傳進來以後就是專業人的取壓 取壓我當場就測 這不行就退回去 然後呢就是說 還沒有錄到我們碼頭之前 你就把問題解決掉 就排外去了 台灣可能會開綠離子證明 我們可以接受 那可是或許可以接受 那大陸看綠離子證明出來 我們不見得會接受 因為大陸證明 是不是我們會被認同 這是第一個 不見得會認同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一定要自己再發言一次 好像我們 我們在合約裡面都有規定 要策略 我的意思說 你能不能直接在碼頭 直接取樣去算 我們有沒有自己 當場檢驗的能力 台灣只要40分鐘 就可以檢驗出來 我們有一個綠離子檢測的儀器 是可以檢測 這部分我們 我會後會跟工工程課的起飄那邊 我們研究一下 是因為以前 我們在縣政府的地下室有個實驗室 那不知道那個儀器還在不在 如果那個儀器還可以可堪使用 我們想說可以抽驗 抽驗就是煤炭 我們來就抽驗這樣 我希望說把這個問題 不要直接浪沙 直接擋在我們境外就好 這個我認為是提早會 免得你們這些 雖然進來的時候我們不知道 例如他假如說會 你說糟糕 或是他分散來使用掉 我們也不知道 對不對 這個方面我認為說 乾脆就做徹底一點 跟防疫一樣 就在我們境外 在外面進來 不要就不要進來就沒有 這問題就可以解決掉了 好不好 好 這方面我希望你會後 真的是去研究辦法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知道這幾年 文化處 常常補助明東建築的繁殖 我想了解一下 明東建築的繁殖 他今天當初 明東建築的繁殖 假如說 進入這種補助以後 表示這個是屬於合法繁殖 還是不合法繁殖 主席才智 請文化處長就回答一下 好 請文化處長就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明洋議員 我們補助的明東市的這個 傳統建築啊 都必須要經過公務處這邊的 申請施工許可 那完工我們在撥付的時候 也都必須要有這個 這個竣工的相關資料 還有完工證明 所以他的房子在公務處這邊的 定義上面是合法的 那正常來講說 只要他這個房子經過你文化處補助 不管是五年十年前 你們就真正補助 文化處開始補助 明東建築的房子幾年了 我必須要說 早期的並沒有特別走這個程序 是在最近幾年才開始走這個程序 早期是不是他也是要合法吧 早期就是用舊有房屋 來直接做申請 就是從相公所開舊有房屋證明 然後你們就補助 對早期是這樣操作 早期是這樣子 後來就發現到這樣 好像會有一些合法性的問題 所以現在申請好了以後 我們還另外補助了這個 讓他去申請這個 不是建造 就是施工許可 讓他有一個合法性 那我想請問一下好不好 是 他當初提出申請的時候 跟你們提出申請的時候 你們規定的條件是說 只要從相公所 相公所開老屋證明 就有證明就可以了 是他的條件裡面有一個必須要有 就有房屋證明書 對 那我們地方就有房屋證明書 開辦 他其實主辦單位是公務處 只是他們公務處好像是授權 還是委託公所來辦理 那沒有關係 我現在的意思說 表示說那時候規定是這樣子 那兩隻房子就有這個 是 那可是我們這邊一定有 因為碰到一個瓶景是 等於說我的房子蓋好了 房子已經蓋好了 主席去借五分鐘 那個 對 我的意思說 你當初規定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老白信 就照你的方式來去做 他已經做到了 可是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有一些房子 還拿不到他的權狀呢 拿不到權狀 房屋權狀 不曉得是不是 您會後要告訴我這個個案 理論上來講 他請權狀是房屋的權利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他現在碰到一個瓶景就是說 現在你們這個單位 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你們經過你們補助的 到底能不能開民宿 然後民宿他們就叫他開 既然你們受過你們文化處補助 就應該是合法的房子 然後為什麼說 去申請的時候 還要再開老屋證明 我覺得當初你們已經有補助的 因為你們這邊就已經有資料 補助資料 電付款出去的東西 一定是有吧 對不對 那應該以你的證明 以你們有付款出去的 就是收據憑據 或者說收支 都應該證明為這個房子 是你們當初合法補助的 因為你們補助就是合法的嘛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早期文化處在文化局 甚至在這個城鄉工作室的時代 當時在做補助的時候 的確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所以您的個案可能要讓我再理解一下 那我們最近幾年的所有補助 都有經過合法的一個程序 因為你們覺得這可能會有一點瑕疵 然後才會轉到公務處去 不是瑕疵 就是我們後來發現到 這樣應該是更合法的 更合法 可是不管怎麼樣 事情是你們補助出去的 因為你們也可以出證明就好了 我認為事情簡單化 明明是他接受我們文化處補助的 那這樣好不好 那個議員您的個案 我倒好幫你看一下 我們再跟公務處還有 因為這裡面還有民宿單位 所以跟焦旅局再來做研究 我希望你這個我們會再了解一下 這件事情好不好 因為這已經好幾年了 再來就是說 因為他那個也堅持到 他是否能不能營運 就是說我們文化處補助的房子 他能不能開民宿 能不能改為民宿 他如果是合法的房子 那他去跟焦旅局申請 那我不曉得民宿申請還需要什麼 其他的文件 至少建築物這個事情是合理的 那建築物就沒有問題 他的意思說 要有證明 老屋證明 然後呢 還要再有就有房屋證明 還是再有就有房屋證明 那焦旅局這邊就沒有讓他過 那我認為焦旅局這邊是 他要求的是沒有錯 可是你文化處補 你有支付這筆錢過 就已經證明說 他真的是受你的補助之下 才有這個房子存在 我覺得還是要看一下您的個案 因為我比較不清楚您提的問題 這方面好像對 再來請問一下 為什麼經過你們補助的房子以後 房屋稅變高了 全賺又沒有 有的全賺又沒有 房屋稅變高了 這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其實不曉得房屋稅有變高這件事情 你只負責補助後就不知道 我們是補助 其實補助就已經投入很多的經費 他相對於這個房屋稅是 房屋稅其實相對於我們補助的經費 是很少的比例 這是第一件事情 政府已經是投入很多 這第一個 那麼我們補助了房子之後 他這個房子有了司法性 那他的房屋稅的這個部分 是他跟財政單位這邊 對 可是你這個齁 他們我知道 本心知道是說 他當初以前是小一千多塊錢 二十多不到二十坪的房子 十八到二十坪之間 現在要找五千多塊錢 你們補助的是沒有錯 我說我不知道這怎麼算來的 這個可能要請教財政單位 我不曉得房屋稅 財政局局長能不能做回答 你請坐 謝謝 主席財政局長請財政局長做回答一下 那你怎麼做回答 謝謝米亞議員 剛剛你提的這個房屋稅的部分 如果我印象有的話 應該是這個明東建築市 才蓋好的新建的 全新新建的房子 所以他的公式算起來 房屋稅確實是五千 確實是這樣子 確實是這樣 其實我們這個房屋稅 從108年6月開始已經有調價 如果是在去年以前 他起碼要六千多 以上報告 你應該你這個還算算 意思說算客氣的 本來是六千多 因為分地段 是因為去年才調價的 為什麼我最經驗五千多 五千多 我家台灣房子也只有五千多 可能這個房子 我的意思說 他這個房子是全新的 我沒有去看過 是全新的謝謝 你是以房子的市值價值來算還是什麼 不是不是 它是有這個標準單價 還有地段率 還有它的折舊率 因為第一年新建的房子 他沒有折舊率的問題 那本席還有一件事 知道一件事情 像他這個文化處補助的房子 應該在文資法裡面 第99條環境有規定 那個房屋稅金可以解免 可以打折 只要我們自治條例 有沒有這條規定 這個文化處這邊 依照文資法 他可以專案向我們 稅金單位申請 但是這個個案 因為當事人是個人 所以我們是對當事人的個人來合可 所以必須要文化處專簽上來 專案向我們申請 文化處對這個99條 你有沒有認同 謝謝這個密案議員 其實有關於99條 就是在這個文資法裡面律定 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得 得不是因 得減免地價稅 跟這個房屋稅最高減免50% 也就是說文化資產可以做這樣的項目 那因為其實這個持有 施行到全國 發現到它其實跟各個地方的這個 這個預算就是財政的狀況 有一點太密切 所以全台灣現在只有三個縣市 在辦這個部分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一度在考慮 因為這個 其實這個稅收的部分 會減少非常的多 中央也有這種規定 中央是得 它是文資法這樣得 然後落到地方 現在台灣只有三個縣市在辦 其實文化處運領 花那麼多錢 我認為這是 人家相信 其實既然配合我們 我們整體的建設 應該要給予補助 因為它今天這個房子 假如說是接受你的房子 你的款 然後變成民眾進出的房子 假如我不需要這個 我可以蓋一般房子就好了 那整體來講 就沒有那麼美觀 對不對 我習慣說 現場這邊能不能 也比照台灣這樣子 既然台灣有這種規定 我們為什麼 也應該可以規定 有一些 我們雖然是 能力來不及 這個東西 少收一點 也不至於怎麼樣 不會影響到我們整個財政 好不好 這方面 因為時間關係 我也耽誤了很久 你能不能回去把那個 文字法則99條 我們自己規定一下 然後讓這個房子 民眾進出的房子 能夠減免稅 好 我們再去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好不好 這個拜託一下 謝謝